目前台灣因為確診者出現 然後被匡列 居家隔離 今天早上大概是全台灣大概是3.2萬 這個就影響很大 因為3.2萬人如果在家裡不能外出上班 這對經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事實上反映出來 因為我們在一旦居家隔離以後 就要帶出來做 用床譯計程車載去測那個PCR 你看很明顯陡深 也就是說因為居家隔離多了 你要用計程車載去大家和平公園做PCR 很明顯人數就要上升 所以當台北市有6000個居家隔離 全台灣有3萬2000個 很明顯這個就看出來 你看居家隔離就要做PCR 所以我們要思考看看 你知道 如果這個案例會繼續上升 如何以最低的成本來跟病毒共存 這才是現在要思考的 還有一點 也不要太過於樂觀 跟老百姓講說都不會有問題 今年1月到3月你知道 我們那個所謂中重度以上才0.24% 可是喔 你有沒有發現最 到昨天的數據你知道 0.34% 就比較高了 這道理很簡單 我查過韓國的案例 病例開始上升 跟那個死亡開始上升 大概差10天了 有的甚至會更長一點 因為從這個得病到 到會重症死亡 不會馬上出現 會慢一點 所以我也相信啦 隨著案例慢慢的增加 你知道 那個 會出現重重症 甚至死亡的案例 應該還會上升 就是這樣